臺北市消防局 市長在高雄沉中沉大火之後 臺北市消防局確實有動起來了 但是他們只針對復活市大樓的消防設備檢查 但從來都沒有想去做消防演練 所以說本席在上一次警政衛生的質詢的時候 就要求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跟市場處 要針對西陵大樓 西陵大樓國宅來做一個消防演練 11月9號真的上場了 你看一下 這是第下一樓 好 我們看一樓 來 我們看二樓以上的樓層 我們要求的不是只對消防設備來做檢查 應該像這種復活市大樓應該常常一年兩次來做消防演練不為過啊 那天我看到那些貪商的消防演練 本席看了非常的感動 非常的感動 你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那邊的消防演練 所以說本席要求公有大樓的消防演練 要一年做兩次 可不可以 局長 可以 可以齁 對 我們要以身作折 我們自己不做消防演練 如何去要求一些私人大樓 對不對 所以說這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那天本席看了非常的感動 我希望年年在做 而不是在應付本席 好 時間讓您 局長請回 我們請產法局局長 請都法局局長 市長 今天本席也是要再討論那西林大樓的問題 在部門質詢的時候 我聽到了一位議員的言論 我嚇了一大跳 他說為什麼經過跟市長的便當會後 就拍板定案 讓西林市場未來直接永久安置在新的洛陽停車場內 請問市長有這麼一回事嗎 有這麼一回事嗎 對啊 我說跟你這個便當會拍板定案 西林市場以後會永久安置在日後的新的洛陽停車場裡面 永久安置 有這麼一回事嗎 我們現在是有一個評估案 才更重要進行 那個包括把 就是國宅還有市場 你只要告訴我有沒有這回事 西林市場的未來已經定案了嗎 沒有 目前是在評估當中 不然為什麼他在臉書寫的 有沒有有一樣 說西林市場已經定案了 那現在攤商 覺得莫名其妙耶 那這是 覺得莫名其妙耶 你看 現在這個案子裡面有一個 終極的一個計劃 理想出來了 現在還在可行性評估當中對不對 對嘛 可行性評估當中 怎麼會有永久安置在洛陽停車場裡面呢 胡說八道 會長跑來問我 有這麼一回事嗎 我們真的要去那個洛陽停車場嗎 他們很害怕 其實齁 我跟這個 我跟副市長齁 聊過 你們那個計劃我很贊成 因為西林市場跟洛陽停車場 應該做為你們西區門戶計劃一個完美的ending 對不對 新的地標 市長說 兩棟大樓 對不對 蓋七八十層樓 對不對 地下聯通也好 廢掉昆明街也好 都可以讓一宗建案來做處理 一定是淡水河岸很亮麗很亮麗的新地標 但是在這條路走起來 順不順暢 要走多久 我們又不知道咧 如果是你的人來 可以完成定案 甚至進行招商 不管他是BOT也好 或設定地上權也好 我們都贊成 因為這是對北萬華一個非常重大的建設 非常重大的建設 所以說 黃區長 市長 當你們聽到這一些 錯誤的訊息和發布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站出來 馬上來更正 甚至撥亂緩正 要更正 不要讓人民有錯誤的期待 一旦他們知道 不是那麼一回事的時候 哇 差馬 永遠溝通不完 永遠解釋不完 永遠解釋不完 那時候 這麼讚的建設案 遙遙無奇 你們願意嗎 你們願意嗎 我們後續有這個案子的評估 或者是相關的這個過程 也應該要多跟地方溝通 你在議場 告訴本行 七陵市場的未來 是否還是在評估規劃當中 還沒有定案 對 我們明年就是會把這個可行性的評估 之後這個相關的規劃 把它做一個這個案子出來 做後續的也跟地方來做說明 對 所以說 西陵市場 永久安置在 洛陽停車場 是不是胡說八道 還沒定案 那到明年中評估報告一出來 那去辦說明會 本行從政以來 最不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讓人民做錯誤的期待 不要讓人民做錯誤的期待 不要讓攤商做錯誤的期待 以後你們甚至要告訴攤商 以後如果BOT或地上權設定以後 西陵市場的營業型態 不能像現在一樣 要改革成現代化的市場 像市東市場一樣 你要早早的告訴攤商 局長你做得到嗎 對 要提早的告訴攤商 不要讓他們錯誤期待 還有你們甚至要把 河濱一二商場也帶進來 這本期也不反對 如果你們照你們所講的 未來可能在這個新的大樓裡面 有個五金百貨大型商場 像特立一物一樣 特立一物一樣 我也贊成 但是要溝通 一定要充分的溝通 本市人真的非常期待 這一棟淡水河岸的雙子星 新地標 這不簡單 這是從新北市進水 去台北市的第一座 第一座地標 非常非常的門戶 非常重要 所以拜託 要讓人民做充分的溝通 不要給人民錯誤的期待 如果有任何不當的訊息或假訊息 要馬上更正 要馬上更正好不好 好 好 先暫停 來 市長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青山嶺 市長 這張圖就是在萬華區青山嶺龍山國小旁邊 廣州街218巷 你看這很明顯的有一台 有一台超載的違規車輛 在裡面霸佔了我們的標線型人行道 標線型人行道 這條人行道是我跟那個里長 跟里長在 2019年11月13號在現場辦會堪 在2020年5月14號全面完工 提供給我們龍山國小的學童 一個很安全的步道 但是 但是 卻來了一個 長久霸佔 霸佔 標線型人行道 的一個做資源回收的攤商 來 旅勸不聽 自私自利的營業 旅勸不聽 旅華不怕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 李昭成理長 的憤怒 這個 這個 來 這個環保局跟那個可以上來 局察局可以上來啊 都要局也上來啊 來 來放那個 放里長的影片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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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規我們就去處理就好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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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交給我們處理 不用放 沒關係 這個多可惡 你知道嗎 他霸佔 標線型人行道 也就霸了 而且 警察這兩年來 也罰了 開25張罰單 他不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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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說齁 這你開沒關係啦 這你開沒關係啦 不在打 照相這樣在這裡做 在上個月 本期開了現場的會刊 各單位都來 環保局也認為 他是屬於資源回收業 都要局也說 這個地方是第四種住宅區 不可以做資源回收業 所以說 都要局也啟動了 也啟動了 裁罰 但是現在正處於行政指導期 2個月 2個月 再來 開第一張 6萬1號 3個月 加起來 5個月 對不對 2到3 到斷水斷電的時候 總共要6個月 6個月 這6個月 甚至於 他說齁 斷水斷電 把你家搶喔 斷水斷電我也不怕 我沒有水沒有電 一樣可以做資源回收 就像這種人啊 沒有啦 這種市容查報 就解決了為什麼他還要6個月 這你家已經氣坤了 斷水斷電不怕 警察開罰我們不怕 他不買 他不買 我跟你講 這種事情剛好發生在新北市 是 侯友宜在前幾天11月8號 回復他們那個議員質詢 議員質詢的時候 他怎麼講你知道嗎 他說 針對於這個林口 林口這個齁 違法的這些 違法的齁 這一些 資源回收業者 給他們一天的改善期 做最後又通諜 如果依然顧我 市政府一定會使用更強勢的手段 包括斷水斷電機 移送法辦 一次解決問題 哇 好有魄力的口氣啊 柯市長你做得到嗎 可以啦 移送法辦 斷水斷電機 移送法辦可不可以 像 移送法局你還要什麼法寶 還有什麼手段 移送 因為如果是用都市計畫法的方式 他本身就是要到斷水斷電 讓他停止他的這個違規的使用 如果他斷水斷電都不怕你怎麼斷 那國外一樣的斷水斷電 他那個行業不用水不用電 所以說你 沒辦法嘛 束手無策嘛 你三十八日也不會落 六八日也不會落 是不是這樣 一三十一的移五點也不會落 他都不怕嘛 欠不怕 鐵不怕 龍山國小的圍牆外 這是龍山國小的圍牆外 說得過去嗎 所以那個市長 多久時間可以處理完 那應該是業者說你多久可以撤退 給他幾天時間 多久時間可以處理掉 他本來不應該在這邊發生的事情嘛 第四種住宅區 不能夠有支點回收業 請他幾下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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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浪費我的時間多久 義作給我們兩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來協調幾個單位 一起來處理 我跟你講啦 不要說兩個禮拜啦 本席給你到十二月底 十二月底以前把它處理好 好不好 可以 不要讓理長再難過再憤怒了 好不好 好 先暫停 一張 2015年的時候 東雲國小哨棒隊代表台灣 拿下亞太區的代表權 並前進威廉波特世界哨棒大賽 那個時候是你授起的 是你授起的 所以說東雲國小這些小將 非常非常的給你的面子 你剛當選市長 他們就拿到威廉波特大賽的門票 台北市歷屆的市長裡面 台北市歷屆市長裡面 你是唯一授擊 進軍威廉波特大賽的市長 潛如古人 就是你第一個 你在2015年的時候 你說 你要讓東雲 哨棒隊 能夠無後顧之憂的 專心練球 但是現在卻 越來越 越來越 有後顧之憂 你看一段影片 我們有這麼好的場地 那為什麼不讓我們 能夠有這樣的場地 好好的來運用來發揮呢 其實早在我30年前82年來任教的時候 事實上東雲國小就只有利用操場在練球 那當時的青年公園就是一片空地 然後我們大概就在青年公園 然後再來就是去找附近的河濱公園 去練球 因為我們在練球 就畢竟必須離開學校嘛 那離開學校有曾經 小朋友在棋樓下被狗追被狗咬 然後就真的咬傷了 每一次練球都好像要 要克服很多困難 才能夠好好的去練一次球這樣子 來揭曉的時候我才發現說 天啊 六七十個七八十個小朋友 全部都擠在操場上 在打棒球 真的是滿可怕的 因為不管是別人的小孩 會擔心他們受傷 我們自己的小孩 我們也擔心他受傷 當然非常需要 你沒有球場我們球隊怎麼練 那在當時議員是第一次要 議員的選舉 也特別經過我們當時的家長後援會的成員 介紹他跟我認識 那議員很客氣 就是說有什麼需要跟他講 不管他有沒有選上 他都願意幫忙 一個球隊一定要有一個組場 才會有相信力 2003年之後 我為東園國小少棒隊 爭取到任養七年公園棒球場 從此之後 東園國小少棒隊的成績 真真日上 甚至打到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 來 來球場 就可以打比賽 或是接比較 跟實戰比較有關的球 球場 因為球場比較有實戰 而且可以進行的去鼓 去鼓 好 市長 你有聽到嗎 2003年本席第一次當選台北市議員的時候 在2003年 為了東園國小少棒隊 跟當時的體育處 體育處 就有簽了一個備忘錄 所以從2003年以後 那個時候 東園國小可以 在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是屬於東園國小的 專屬練球時間 六日留給社區優先使用 如果六日社區不用的時候 才輪到東園國小來優先使用 就顯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沒有讓台北市政府露氣 自從有了青年公園棒球場 讓他們練球之後 每年的成績 真真日上 2003年 2005年 2017年 2015年 四度代表台灣參加世界大賽 四度出國比賽 這因為是你們的球場 但他們 有充足的時間去做練習 他沒有讓你們漏氣 真的成績非常非常的好 但自從今年 2018年 六月起 體育局為了避免爭議 至今的齊頭式的公平的場地租借的辦法 這個時候 東園國小要使用 球場的時間 漸漸的被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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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8年 你們開始之後 開始實施之後 線上登記預約 開始實施之後 到2021年 三個月 這三年期間 沒有得到任何一次冠軍 都被誰 都是被誰 被桃園的學校打敗 像被桃園的龜山國小 中平國小 人山國小 他們這三隻競鱗 為什麼打那麼棒 為什麼打敗東園國小 因為他們有 他們自己的 專屬球場 專屬球場 你看 這多漂亮 龜山的啦 來再看 人山 來 中平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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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在門口貼了說 只有中平國小 棒球隊可以使用 其他不能 不能使用 這個球場 就是中平國小的 主球場 主場 主場 東園的主場 真的是我們萬華的驕傲 也是台北市的驕傲 台北市有哪一所 棒球學校 打過威廉波特 只有東園國小嘛 這麼一百多年的棒球名校 你不好好的善待他 讓他們現在每次去租借場地的時候 困難重重 困難重重 而且 我告訴你 為什麼 東園國小 為什麼去租借場地 時間越來越少 因為你們每個月 你們青年公園棒球場 都要七天 第一個禮拜 七天的保護草皮 一年就有84天在養護草皮 兩個多月在養護草皮 青年公園球場 是使用率很高很高的球場 像我們的天母棒球場一樣耶 所以天母棒球場因為使用率很高 所以當時台北市政府才花了八千萬 去做人工草皮 人工草皮 青年公園也是因為使用率很高 但是每個月都要 七天去做保養 所以說在這邊為東園國小請命 市長 青年公園棒球場可不可以 施做人工草皮 這樣的話每個月 每年多84天出來的阿 好啊 我們回去研究看看 這個市長跟局長 本席今天 不是在要求一個像中平國小 桂山國小一樣的 專屬球場 我們只很卑微的 要求 就是個專屬時段 禮拜一到禮拜五 中午開始到下午 都是給東園國小 東園的主場 東園國小 來做使用練習 固定的 讓他每天在擔心沒有球場 還要去合併去倒球場 六日留給社區優先使用 若社區不使用 再才留給東園國小 是不是可以 局長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除了辦理比賽的時間 之外 我們確實禮拜一到禮拜五的 下午的 一點鐘到 晚上七點鐘 是留給東園國小 但是您也知道 現在比賽越來越多 所以確實 有時候會佔用到禮拜一到禮拜五的時間 但是我們還是會優先保留給他們 我跟你講 以後不要在東園國小自己去寫了 你們可以保留給他們的時間 全聯寫下來 他們都要去跟人家搶十段耶 這十五年前那個美意不見了耶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劉家蓁當處長的時候 美意不見了 他沒你撈開耶 比2003年任養球場以後 一到五之後 四次代表台灣參加國際大賽 沒你撈開耶 你為什麼要去二殺他們的練習時間 東園國小是台灣的棒球名校 也是台灣職棒選手的搖籃耶 甚至日本職棒張毅啊 投手啊 也是東園國小耶 甚至於現在魏乾隆的總教練 葉君章也是東園國小耶 所以說他們要求的只是一個專屬時段 沒有要求一個專屬球場 不然你蓋一個專屬球場給東園國小 我們現在的運作其實是這樣 跟一座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全國比賽先匡列時間 匡列完之後我們就會詢問 東園國小的訓練時間 他們填好之後我們才會開放借用 市長講市長 拜跟拜五 中島一要給東園國小 專屬時段可不可以 這樣好啦 給他們優先勾 勾完就 優先勾喔 優先勾可以 所以現在可以勾明年喔 禮拜一到禮拜五下午 對 禮拜五下午 專屬時段 六日社區優先 社會優先 好不好 讓他限勾怎麼勾 局長 你乾脆就 你乾脆就把他全臉都領自己勾起來 沒有 不好意思 因為球隊有時候會外出比賽 所以他們要提供時間給我們 不然我們全部匡列起來會浪費那個場地 因為他們沒有來練習 市長你答應說 讓東園國小優先來那個定時間 定時段可不可以 好 第二個 可不可以做人工草皮 有需要啊 看看多少錢 大概也要八千萬喔 不用 這個撒棒球場比較小 好 我們回去 回去加算編譯算 可不可以啦 趕快做就不要再養草皮了 你可以更多時間出來給社會使用 除了東園國小優以外 給社會使用 一年84年沒有用 好 這個可以回去考慮 做人工草皮要好好考慮一下 明年再編譯算 今年不會要求你 也不會扶 明年再編譯算好不好 青年公園來做棒球場 那個人工草皮 有需要蓋可以可以 一定有需要的啦 那讓北京那位 84天兩個公園 在保護草皮沒有必要啦 回去先編啦 看看看怎麼弄 好OK 好 請贊臨 好下一張 那個 來看一下 市長 我在2006年的時候 爭取到雙元國小 雙元國小萬華齁 西區的雨露地區的 開闢一條梯行道路 六米巷道的預算 當時已經編入總預算喔 當時就被一個不理性的議員 不是中正萬華選區的議員喔 這實在應該知道 擋了 擋下來 而且 我們選區的一個議員 也被他說服了 被他恐嚇說 這個有圖利問題喔 所以選區的議員也退縮了 但是本集 我說有什麼圖利問題 我堅持到底 所以到樓上政黨協商的時候 無比租議長的時候 政黨協商的時候 本來是T型道路 到後來只開闢了紅色部分 L型道路啦 你看這整整的15年 這L型道路 通通沒有開闢喔 那段紅線都沒有開闢喔 成什麼模樣你看 不知道這次台北市還誤以為是鄉下 那時候很感謝教育局 還有南海幼兒園 雙元國小 因為本集要爭取學童步道 所以那時候南海幼兒園以及雙元國小 退縮了三米六四 退縮了三米六四 學長才有安全的步道 那時候沒有開闢的時候 那時候莊武雄 莊武雄局長 告訴本集說 日後 等到最附近的 有那個都市更新之後 一邊的要求建商來協助台北市 開闢這未完成的57米的巷弄 但是大樓蓋起來了 根本沒有在什麼 在駐記裡面 在使照駐記都沒有 所以說建商也沒有蓋了 成了這戶的模樣 成了這戶的模樣 所以市長 15年已經過去了 有學童步道 但是連接 舉光路到萬大路 舉光路到西藏路 這個蠻重要的道路的開闢 在15年前你們就評估說 應該開闢 讓粗解舉光路到西藏路之間的車流 但是15年過去了 通通沒有蓋 還沒有去 想去徵收去做什麼的 成了這個模樣 太多 太多 跟荒廢的菜園一樣 所以說我希望市長 可以明年編入預算 後年開閉可不可以 這個會列入112年開閉道路的評估項目 市長我跟你講啦 你們2005年就已經評估過了 還有什麼好評估了 2005年就是被印做掉的啊 對不對 當時已經很完整的做評估了 為什麼要再評估一次 就直接編入112年的總預算裡面 可不可以 市長 市長 這條從來沒有拿出來討論過的 我任內都沒有討論過 不敢討論啦 我以為 我在等大樓齁 是不是能夠開閉大樓 結果我忘掉了去追蹤 這個評估模樣 這不對啦 你15年前就覺得他要開閉了 現在還要評估 不用評估啦 直接跟市長檢報啦 我們會把這個一起納入評估啦 但是這條特別會再說明啦 優先辦理啦 這個我跟你講 明年那市長要下台了 要卸任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政績 又打通了 舉光到西藏路的一條新的巷弄 這是很很好的政績耶 是不是這樣 我回去看看他排在地區 拜託啦 這個好地方 你一直拜託啦 好好好 這對車輛很安全 這行車安全是很重要 好不好 好 可以